烤雲 烤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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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比較想要感謝的是律師團 然後還有一些被被告的夥伴 對 因為在蘇州的過程真的是非常漫長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的陪伴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無罪只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今天的無罪還不足以解決 從HIDIS功能抗爭以來 我們那麼多的勞工只因為要上街發出聲音 只因為他可能不是台灣國籍 就可以惡意的被逮捕 惡意的被遣返 惡意的不能讓他發出任何聲音 惡意的讓核瘦端到今天 還為所欲為對於韓國的惡意官場 不用付出任何的代價 台灣的檢方到底是站在哪邊 我們感到非常憤怒 核瘦團付出什麼代價 我們這些惡行起訴的檢調 惡行起訴的內政部 他們要付出什麼代價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會繼續持續的來追究他們 大家要回頭去看清楚說 這場集會遊行到底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台灣的企業 永恒與集團員太客氣 靠別人的國家併購了一個工廠 關閉人家的工廠 工人來台灣找老闆 希望做勞資協商 勞資面對面的談判 結果弄成這樣 三年後我們還得在這裡去訴求 集會遊行這件事情 工人做為最後一道傳聲筒的一個地方 街頭本來就已經是 社會大眾最後一個機會 我們沒有媒體 也沒有可以壟斷整個輿論的資本 那試問我們的國家 到底有沒有看見這些工人在街頭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海底斯工人案子特別的清楚 現在在台灣勞工抗爭的案子 也非常清楚 我一方面資方先用所謂的損害賠償來控告你 因為你罷工 因為你所有的抗爭導致我這個工廠的損失 所以我先控告你 先控制你的所謂經濟來源 把你的帳戶凍結之後 當你上街抗爭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警察 在街頭上 不管有沒有任何的證據 不管這個抗爭是不是和平 我先用妨礙公務集會遊行法 或是危害所謂公共安全公共危險罪 把你待不起來 把你送到法院 所以所有抗爭的人面對兩個事 我的經濟來源被截斷 我在對外在國家的時候 我會面對一個非常強大的訴訟壓力 這些東西他不管這個案子會不會成 我就是要讓你在個極大的壓力之下 放棄這樣的抗爭 如果我們面對這樣一個政府 他可以毫無理由的用所謂廢棄物處理法 把所有的開啟工人 直接遣返列入黑名單 他可以用毫無理由的方式 把這些人包裹移送到法院裡面 經過三年的訴訟跟抗爭 最後宣判無罪 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 他沒有權力審判這些抗爭的人 他沒有權力審判我們現在正在這邊 所謂的被告 今天就在這個勝訴 是工人自己拼出來的 國家沒有權力審判我們 所以我們要再次呼籲 他這個案子到目前一審 他來宣判我們無罪 這個無罪 他到底會不會再次的 就是這個所謂檢察官會上訴 或是剛剛志宇也提到的 他一定是工人的黑名單 我們希望對這個國家 如果還有抱有一點點期待的 民進黨這回來告訴我們說 他要來給我們一個更好的台 我們就看 在馬英九時代的案子到現在 你蔡英文要怎麼解決 我們第一個呼籲 剛剛那個主持人也講了 我們希望檢方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 再做一個上訴的這個 的那個舉動 第二個我們當然也希望 目前被移民署管制的這個 韓國工人 其實他們是很有心要再來台灣 當然他們在韓國的這個訴訟 已經告一段落 所以他們也很願意再來台灣這邊 跟我們老公朋友 大家一起在討論 往後怎麼樣做一個 國際的協作跟合作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移民署 能夠解除對他們的路徑限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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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